我們先從這個中東失控了嗎 開始討論起 18號這一天 巴基斯坦出動了殲-10猛龍戰機 還有中巴聯手打造的這個JF-1 也就是骁龍戰機 空襲深入伊朗境內超過80公里 另外也動用了這個翼龍無人機 好 當然呢 外傳巴基斯坦為什麼會這麼做 主要就是為了報復伊朗 16號這一天 發射飛彈侵入八國領空 打擊伊斯蘭教遜尼派正義軍的基地 針對這個部分呢 中國大陸他們有說話了 當時在記者會裡頭有記者提問說 有消息指出中國正在積極的協調 好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犯人毛寧有說 對於這個部分 中方高度關注局勢的發展 願為緩和事態來發揮作用 我問一下蔡委員 現在這個看起來 這個中東的這個局勢已經失控了嗎 有人說火爆的讓人瞠目解釋 不不不 這個解讀是錯的 這個巴基斯坦打伊朗 不是打伊朗的國家 他打的是貝露茲的一個抵抗組織 大家臺灣可能對貝露茲比較不了解 貝露茲是一個民族 他居住了什麼地方呢 他剛好在三個國家的國界裡面 巴基斯坦有很多人 這有個貝露茲省 在阿富汗也有很多人 然後在什麼伊朗也有很多人 他的就有點像庫德族一樣 在土耳其跟敘利亞邊界 有很大的人口居住在那邊 貝露茲也是這樣情形 那貝露茲的抵抗組織 有一些想要在巴基斯坦建立 貝露茲國 他一直想要搞這個獨立運動 所以他就被巴基斯坦追殺 然後他就跑到什麼 跑到這個伊朗裡面去 那伊朗以前都是覺得不干我的事 我也不去惹你 你也不要來惹我 相安無事好多年 那更好玩的就是說 伊朗也有一些反政府團體 因為伊朗是什葉派的 有一些反政府團體 少數派叫遜尼派 那也組織民兵 然後也被伊朗追擊 所以就躲到什麼 躲到巴基斯坦來 剛好巴基斯坦也遜尼派的 好了好了不同國 但同派的我就 睜一隻眼睜一隻眼 結果這一次伊朗開了一個例 什麼開了例呢 他發射了一千多公里的導彈 去打蓄力裡面 反對他的人 那才想到說 搞個老半天可以這樣做 所以巴基斯坦 就用同樣的方法 發射導彈 去攻擊在伊朗境內的 這些貝魯茲的民兵 然後伊朗覺得 哇 機會來了 他以前不太容易發射導彈 去打這個任何巴基斯坦境內 就去打這個巴基斯坦境內裡面的 遜尼派的這個反抗基地 換句話說相互清理門戶 所以你看到 打完了他們兩邊沒有惡言相向 我就覺得全世界只說 哇 你侵犯我主權 那他說你也侵犯我主權 那好像不是打我們自己的人 就算了 打的時候伊朗跟巴基斯坦還在海軍 聯合軍演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不是兩國互相打 有點有默契的樣子有沒有 就是消滅秘魯茲 一個消入秘魯茲 一個消入迅尼派的抵抗組織 所以這兩國 所以說中國高度局勢的發展 當然你初看 我第一個時間看到 紐約時報的即時新聞 我覺得這兩國怎麼打起來呢 這兩國完全沒有深仇大賀 什麼都沒有 搞個老半天原來是清理門戶 所以你可以看到亮哥講說 你明明還在互相軍演 怎麼忽然間都用導彈打起來 那導彈這一招平常講 是伊朗叫出來的 我可以跑那麼遠去打那個 反對我的人 然後那個人 又不是你這個國家的人 雖然你這個國家的人 也不好說什麼 好 接下來這個部分 我問一下永平姐 現在有人說 這個美國海軍在紅海 暴露一個致命的缺陷 這個缺陷就是說 他們的艦艇竟然不具備 彈藥再填裝的能力 就連美國的海軍部長都曾經說 如果跟中國發生衝突的話 美國的海軍戰艦 只要一兩次交戰 就很可能發射完所有的導彈 然後只能夠先離開去 去補充 換句話說 至少要花兩週以上的時間 當然對這個美國太平洋艦隊來說 現在只有在日本關島 夏威夷跟加州少數的港口 能夠填裝彈藥 但是日本跟關島的基地 可能會被解放軍給摧毀 如果說要到夏威夷的話 必須要花兩週以上的時間 是 所以現在美國的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 他目前需要照顧的地方很多 可是他在整個他的裝備 還有他的新型武器的這個換裝 有些研究計畫已經出去了 有些發報案已經出去了 可是他生產比較來不及 那再加上他一直視這個 中國大陸中方為假想敵 那你在這種狀況底下 所以我們剛才為什麼前面 才會再討論說 到底這個蘇琪講的 台海有多危險 中國大陸是不是有很快 想要出手或怎麼樣 因為美國一直覺得說 中國大陸有可能搶著出手 有兩種不同的判斷 一個判斷是說他們認為解放軍 整個換裝他們也需要時間 完成了以後他們才會出手 可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美國現在的漏洞也很多 而且他現在需要照顧的地方 戰場很多 然後他自己一些老舊的武器的問題 也凸顯了 所以他很害怕說 那是不是中國大陸會趁這個時間 空窗期也會跑出來 所以現在等於很多的這種問題 多方的在拉鋸 尤其這一次的這個 引發紅海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已經看到美國實在 處境我不知道怎麼講 用難堪來形容 就是他們真的就是不斷的 都必須用大砲打小腦 就他不斷的要用很貴的那個裝備 然後要去那個弄那個 胡塞組織那種游擊 游擊對形態的地方 而且他們都只花很少的經費 可是就讓美國要花好大的力氣 可是美國都承認他們成效 這個不理想 所以現在的這種狀況底下 到底美國方面怎麼辦 那美國方面他現在又要趕快 請他的盟友幫忙 就像這邊講的 他因為那個裝備這個炮彈 他很容易發射完導彈 那他需要有 就是譬如說日本 他需要有關島這些地方 作為他的協助 可是說實在話 美國的目前是因為 還在民主黨拜登的執政 民主黨執政大家就看到了 他跟共和黨川普最大的不同是 他還愛交朋友 他一上任他就去 就去把他的朋友圈都恢復 然後跟各種人 然後都不斷的 甚至他不惜用軍事援助的方法 他連台灣被視為比較有錢的地方 他都還給我們軍事援助 還不是軍售 所以他用很多的方法去交朋友 可是這個部分 如果今年年底的選舉 美國選舉 一換黨執政又換回去川普 川普是有名的孤立主義者 他叫各種人都要給他錢 他如果到時候又跑去跟日本說 你也要給我錢 之前他也是拼命去跟韓國要錢 還有歐洲什麼 如果川普又回到那個時候的川普 那是不是現在的美國的這些 本來就暴露出來的這個危機 然後他需要仰賴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菲律賓等等的這些地方 他可能也會產生新的問題 所以這些 剛才講了 這個中國大陸處理台灣的部分 他有他很大戰略上的困境 可是美國現在他要繼續做世界警察 特別是他要處理台海南海危機 美國也有他非常被綁住手腳 很多困難的地方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F tut GG 已經改善了 全新花坡 closed 2 2 1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